就是那里 徐扬指了指顶上苍穹 那刚刚法则崩碎的气息 以稀可闻 一定就是轩辕云离开的方向 众人几乎已经在这个问题上 达成了共识 不做更多犹豫 追随徐扬和女帝强大的精神力守护 腾空而起 顺势冲进了下一个平行空间 然而这一次 当所有人渐渐变得清醒后 发现面前竟是一道巨大的 星辰般的空间布景 仿佛这一回合的跳跃 竟是来到了璀璨的星空之上一样 当然大家都很清楚 这怎么可能是真正的星空 唯一的一种解释 自己团队似乎坠近了幻境之中 而这明显有人故意为之 欢迎你们来到九星天罗大镇 五郎陛下的内侍统领之一 希望之中 那道轮廓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耳畔隆隆的回响 也变得十分强烈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地方真的是纯粹的幻境空间吗 为何我能感受到 如此强烈的法则气息波动 女帝很少会有这般躁动的时候 因为精神力最强的她 此时竟然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限制感 并不会让她如何难受 但那种有力使不出来的 像是被极度压制的感觉 很不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空间当中 是拥有独立存在的法则的 形成特殊的体系规则 而这其中 就有进幻之道的规则在 我们一旦进入空间内 你的幻术应该没办法施展了 听了徐扬的话 众人大多是有所明悟 眼下这空间 说白了更像是对方布置的一场游戏 来了这里 就必须遵守对方制定的游戏规则 除非能以绝强的力量 直接撕裂空间法则逃出去 否则就必须遵守 对方设定的游戏规则 战胜对手 果然不愧是徐扬 一个能让轩原家 维持忌惮的对手 不过这一次 你怕是没有机会 再彰显神通了 只能和其他人一样 沦为我的棋子 使武郎显得格外自信 束手清晖 徐扬等人头顶上方 开始闪烁出各自光环不一样的璀璨星辰 似乎每一个人头顶都对应着一颗星 强大的精神威压笼罩下来 针对每一个人 似乎都有一条截然不同的压制性法则在 讲道理 这种几乎私人定制的空间法则 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打造完毕 看得出 这十五郎的出现 根本就是轩原云 一早为了防范徐扬团队亲自做的局 终于在这一刻派上了用场 哼 为了对付我们 轩原家还真是煞费苦心呢 不过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 轩原云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无尽之塔 十五郎明显气息波动了一瞬间 虽然他尽可能掩饰 可他的情绪悸动 又如何能逃得出徐扬和女帝的洞察力捕捉 将死之人何必多言 你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按照我的规则 陪我玩一场游戏 十五郎说的 自己头顶也降临一颗星辰 磅礴的生命气息融入那星辰之中 很快 众人所在的虚空布景 形成数不清的交错纵横的棋盘路线 黑白子铺就出一道残局 所有人的命运都夹杂在了这棋盘之中 我执白起 你们执黑起 每一颗棋子都在法则的作用下 吞噬你们的生命力 当然 这种吞噬 仅仅只是暂时保管的形式 只有某一方彻底落败 法则之力 才会彻底收割你们输掉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生死之举 可以集你们所有人共同的智慧 与我对弈 许阳 我听说之前在书院的内部比赛中 你曾经战胜过一个少年棋手 那个人就是我门下的一个弟子 也是年轻一代棋手中 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可惜败于你手后 他就一蹶不振了 许阳冷笑 自己废物 还怪我赢了他 我可没逼他来与我下棋 哼 你不用这么猖狂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三千道州第一棋盛的实力 我最后再提醒你们一遍 这里的九道星落法则 根本不是现在的你们能够抗衡的 就算你们有机会合力撕碎这空间 也必定会有一大半人云命 不要妄想着耍花招 面对现实吧 十五郎显得格外兴奋 对于他来说 能在这种场合通过自己的齐力 为北进轩原家做出一份力量 他愚远足矣 那就废话少说 开始吧 徐阳固然是天纵之才 各个领域都是绝顶的存在 就连下棋也难逢对手 可这一次却不同 他很快发现 这十五郎摆出的这残局 白棋有至少二十种方法 轻松获胜 反观黑棋 虽然子数众多 但局面却很不明朗 倘若真的来一场一对一的巅峰对决 徐阳有至少五成的把握 能够逆转局面 反败为胜 可现在自己一方这么多人 并非是自己一人之力就能掌控全局 想要获胜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最重要的是 这诸多规则中的一条 就是人和人之间无法进行交流 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走法移动 控制于自己的生命力对应的那一些棋子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剑魂突然开口 向徐阳询问破局之道 显然 他这个不懂棋的也猜得出 光靠下棋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胜算 办法倒是有 不过 大家是要吃点苦头的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黑棋方面的胜算越来越小 不断由此 被白棋打吃围剿 每一次黑棋崩碎 对应的生命力 就会被法则暂时抽取 对应的人 也会因此变得虚弱上几分 林青叔龙坤 因为根本不懂其道 全程几乎就是在瞎搞 灵瑶一个活脱脱的剑修 更是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但他毕竟生命力要强横一些 暂时只是半虚弱状态 让众人感到吃惊的 反倒是小团团这丫头 接连几次都成功逃脱出 对方的包围圈 并没有第一时间大幅度减子 可这也仅仅只是能 暂时维持一阵的办法 想要根本上扭转局面 光凭此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哼 徐阳 你还真想挣扎 那就让你绝望吧 谢谢大家